每年11月到12月是二期稻座收割时期 部分农民为了求方便 就直接将稻草露天来燃烧 甚至就随便烧垃圾 这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 还容易会引发火警的意外 苗栗仙环保局利用空拍机来执法 这违规行为是无所遁形 同时也呼吁从现在起到明年3月属于空污季 如果违规的话将会加重采除 利用空拍执法违规行为 无所遁形 随意烧稻草垃圾海景民宅 如果火势越来越大 恐怕连一旁的土地公庙都只剩难保 正值二期稻座收割 苗栗仙环保局苦口婆心宣导 千万别露天燃烧 以免酿成火灾发生 每年11月到12月为二期稻座收割时期 部分农民为求方便 人会以露天燃烧方式处理稻草 影响了居住环境的空气品质 及身体健康 也会影响行车安全 因此呼吁农民朋友们 在稻座收割期间 切勿将根除后的稻草 以燃烧方式处理 以为没人检举 在自家农田或菜园 甚至山区乱烧垃圾 交信心态实在是要不得 因应每年10月到隔年3月 属空气污染恶化预警期间 罚还金额将会提高 若是夜间或是假日招查获的案件 处分者会再加重 同时环保局有值班人员24小时及时处理 露天燃烧的陈情案件 因此请相信不要心存侥幸 在夜间或是假日露天燃烧 以免危害空气品质又受罚 无论是白天或夜晚 只要试证明确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 可开罚5000到10万元 业者开罚10万到100万 而每年的10月份到隔年的3月份 是空污季期间 则会加重财处 罚金加倍 摇恰 沙梁 印 Äadors 印度